来看今天的头条新闻 党的十八大以来 大陆方面扎实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融合发展 坚定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十年来 两岸贸易和台商对大陆投资显著增长 大陆稳居台湾地区最大出口市场 最大贸易顺差来源地 和台商岛外投资第一大目的地 请看详细报道 十年来 两岸贸易显著增长 据海关总署统计 2011年两岸贸易额为1600.3亿美元 2021年两岸贸易额增至3283.4亿美元 十年间翻了一番 两岸贸易额占大陆外贸比重 2011年为4.4% 2021年增至5.4% 据台方统计 两岸贸易额占台湾外贸比重 2011年为28.6% 2021年增至33% 大陆稳居台湾地区最大出口市场 和最大贸易顺差来源地 台商对大陆投资稳定增长 据商务部统计 2011年共批准台商投资大陆项目 2639个 2021年为6595个 截至2011年 台商投资大陆项目累计85,772个 到2021年底 台商投资大陆项目 累计达到124142个 10年间增长44.7% 大陆稳居台商岛外投资 第一大目的地 10年来 新批准台资项目数 吸引台资金额稳定增加 充分表明台商持续看好 大陆巨大内需市场 完备产业体系 强大生产制造能力 和广阔发展前景 2018年以来 大陆先后出台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 31条措施 26条措施 助力台胞台企发展的 11条措施 农林22条措施 以及扩大开放台湾居民 在大陆深设个体工商户的政策 助力台胞台企分享更多大陆发展机遇 享受更多同等待遇 支持台胞台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国家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支持福建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支持其他台商集聚地方对台先行先事 引导两岸企业在资金 技术管理 标准 品牌 渠道等领域加强合作 帮助台商台企扩展大陆内需市场 江苏 浙江 福建等地上千家台企 享受各类税收优惠 数百家台企获得工业转型升级 绿色制造 智能制造等专项资金支持 截至2022年6月 有41家台资金融机构 获批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格 有53家台企在大陆上市 在安徽合肥福建厦门与泉州 设立海峡两岸集成电路产业合作实验区 在山东设立海峡两岸新旧动能转换产业合作区 在广西、湖北、四川、江西和湖南 设立五个海峡两岸产业合作区 支持昆山深化两岸产业合作实验区 开展对台先行先事 截至2021年 五个海峡两岸产业合作区 共有台资项目350多个 总投资额超1000亿元 各地持续举办特色鲜明的涉台经贸活动 推动一批优质项目对接落地 两岸经济交流合作 热度持续成效更实 两岸经济合作具有坚实的基础和强大的动力 能够经受住风云变换的考验 尽管受到疫情和内外部环境影响 去年两岸经贸仍旧逆势上扬 成为两岸关系发展中的亮点和暖色 大陆始终以中华民族整体利益 和两岸同胞利益扶持为出发点 这是两岸经贸合作得以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 在大陆投资发展也仍然是台商最好的选择 在大陆投资发展中的这种方法 在大陆投资发展中的一条 在大陆投资发展中的供额